欢迎来到爱上听书,祝大家听书愉快。 第一天,他遇上了一个家中死了水牛的老农夫,佛祖赐予他一头健壮的水牛,农夫觉得很幸福。 第二天,他遇上了一个被骗光家产,围贱回家的老商人,佛祖给了他饮两座盘站,让人觉得很幸福。 第三天,佛祖又遇上了一个诗人,这诗人说他什么都不缺,就缺幸福。 于是佛祖呢,就拿走了诗人的所有,等诗人穷途末路之时,又将之前的一切都还给了他。 这回诗人连声称谢,称他觉得很幸福。 对于农夫来说,幸福是拥有一头健壮的水牛,对于商人来说,幸福是回家的盘缠,而对于诗人来说,幸福则是失而复得的体验。 似乎幸福在每个人眼中各不相同,那么幸福到底是什么呢? 有没有统一的标准呢? 我们应该如何去寻找着看不见又摸不着的幸福呢? 我们今天给大家讲解的幸福的方法,来源于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幸福课。 在这本书中,沙哈尔博士把看不见摸不着的幸福,用科学的理论加以呈现。 他认为幸福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,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幸福的科学理论,追求到更多的幸福。 书中所阐述的观点既有科学的理论支持,又能与生活紧密结合,易与实践。 本书作者泰勒·本沙哈尔是哈佛大学心理学硕士,哲学和组织行为学博士。 他在哈佛大学从本科到博士,曾作为三名优秀学生之一,被派往建桥大学交换学习。 除此之外呢,他还是一位一流的运动员,并且在适通活动方面也非常活跃。 沙哈尔博士这些令人艳羡的履历,却并没能让他的内心感到快乐,于是他开始了对幸福的研究,并且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与幸福相关的积极心理学课程。 这门课程很快封面哈佛,成为哈佛史上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,同时也促进了幸福的方法这本书的诞生。 我们的沙哈尔博士不仅受课奉取幽默,在哈佛被称为最受欢迎的导师,同时他还受聘为多家著名跨国公司的咨询师和培训师。 好的,介绍完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,那么下面我就来为您详细讲述一下本书内容。 第一个重点是,幸福不是终点,而是过程,真正的幸福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。 第二个重点是,如何在看似痛苦的学习工作中挖掘幸福,以及让亲密关系更幸福的奥秘。 第三个重点是,破除内心的限制,把握幸福的本质,你值得拥有幸福。 好的,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重点内容,幸福不是终点,而是过程,真正的幸福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。 沙哈尔博士年少时是一名必求选手,他十几岁时常感到十分空虚,总觉得生命中缺失了什么。 那时候他认为,只要能赢得冠军,这种空虚感就会消失,于是他一直坚持非常刻苦的训练。 庄宇,在16岁那年,赢得了以色列全国毕球赛的冠军。 本以为从此就能踏入幸福大门的沙哈尔博士,在经历短暂的喜悦之后,又被空虚感重新包围了。 他之前一直信奉的,获得成功就能达成幸福,这一逻辑也被彻底打破了。 其实回向一下我们的人生经历,是否也曾与沙哈尔博士一样有过一样的念头? 认为只有等某件事情解决,或者某个目标达成之后,我们才能变得幸福。 就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,刚毕业那会儿,我拿着每月一千的工资,当时就特别羡慕那些能赚两千的人。 心里就想,什么时候我也能赚两千,不就很幸福了? 可实际上呢,当我真的开始挣两千块钱的时候,我并没有感到幸福,而是又想着,要是能赚五千块钱就好了。 所以说很多时候,一个愿望达成了,往往还会有下一个目标,老多问题解决了,总会有新的问题再出现。 总之呢,幸福似乎永远在前面跑,而我们就一直在后面追,却怎么也追不上。 所以我们才经常感慨,幸福是多么的遥不可及。 那么幸福真的这样难以追寻吗? 沙哈尔博士在对幸福的探寻和研究中,发现人们对于幸福,其实是存在一些误解的。 这个误解主要包括以下的两个方面。 第一个误解是,把幸福当成是一个终点。 大多数人想象的幸福是一种无忧无虑,没有任何不如意的状态。 人们总是认为,幸福只有在完成某件期望的事情之后才能达到。 就像前面我们所说的,沙哈尔博士认为他赢得冠军之后就能获得幸福。 然而呢,幸福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终点,而是一个过程。 人们常会问自己,我获得幸福吗? 并且很容易得出,我并不幸福这样的答案。 确实呢,这个问题是有些极端的,他只能用是或否去回答。 然而人生中的种种经历和感受,是无法简单地用是或否去概括的。 他回答我并不幸福的时候,往往就已经忽略了生活,本可以让我们心存感激,体会到幸福的东西。 所以博士认为,幸福并不是一个终点,而是过程。 他提出,与其问自己是否幸福,倒不如问,我如何才能更幸福,更加具有建设意义。 因为那样的话,幸福可以是一点一滴积累的,我们可以带着一有的幸福去追求更多。 所以说,幸福并不是终点,幸福是每时每刻的累积。 人们对幸福的第二个无解就是,幸福就是一种绝对没有痛苦的境界。 人们以为付出了痛苦的努力,得到的幸福就应该只有快乐、满足、欣喜这样一些正面的感觉。 很显而易见的是,这是一种绝对坏的想法。 如果保持着这样的想法去定义幸福,那追求幸福的道路,恐怕的确是难遇上青天了。 博士提出,真正的幸福不是绝对的没有不良的情绪,而是经得起困难和挫折的考验。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无可回避的痛苦,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,人们是无法去关注如何才能更幸福的。 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允许他们自然的发生和转变,真实地去体验这些负面情绪。 我们追求幸福并不是去消除痛苦,阻止他们发生,而是更加积极地去应对他们,从而让自己更幸福。 沙哈尔博士在关于幸福的两个误解中,澄清了幸福不是什么。 那幸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? 他根据人们对于眼前利益和未来利益的不同态度,将人生模式分成四种。 享乐主义性,忙碌奔波性,虚无主义性,以及感悟幸福性。 享乐主义性的人信奉及时行乐,只要当下是快乐的,那么未来会有什么后果,他们根本不在乎。 他们只注重眼前的利益,而忽视掉未来的利益。 忙碌奔波性的人刚好与前者相反,他们只追求未来的利益和快乐,而甘愿放弃眼前的利益和享乐,去承受当下的痛苦。 虚无主义的人则是容易被过去的阴影所笼罩,是主动地放弃过去和未来的人。 而最后一种是感悟幸福性的人,他们不但能够享受当下所做的事情,也可以通过目前的行为拥有更加满意的未来。 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拥有着这四种人生模式的特点。 博士通过这四种人生模式的探索发现,真正幸福的人总是能够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,去享受他的点点滴滴。 这种解释不仅限于生命的某些时刻,而是人生的全过程。 即使有时候经历痛苦,但总体上仍是幸福的。 眼前的利益是快乐,代表现在的美好时光。 未来的利益是意义,代表着目标达成。 博士由此提出,幸福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。 追求快乐是人的本能,我们要想感觉到幸福,就必须体验积极的情绪和情感。 但同时,我们也必须确定快乐的来源是有意义的,才会感觉到自己的价值所在。 因此,如果想拥有快乐而充实的生活,就必须设定一个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,并努力地去追求它。 那么,何种目标是快乐又有意义呢? 博士提出,这个目标一定是得自我和谐的。 这种目标是基于自我主动选择的,最感兴趣的事情,而且内心有着最坚定的意识。 追求这些目标,不是因为外界因素的压力,而是自己觉得有很深的意义,并且能带来快乐。 打个比方来说,有两位一科生,一个是迫于家庭压力而选择学医,而另外一个是因为自己喜欢医学。 二者的主动性是完全不一样的,对于后者来说,这是想做的事情。 而对于前置来说,这只是一个被动选择的结果,是不得不做的事情。 想要做和不得不做,常常共存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。 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,才是快乐和意义的所在。 关于如何发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,书中也有一些建议。 先确定自己能做的事情,然后把这些事情细化,找出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,最终付出行动。 这个发现的过程也许需要耗费掉很长时间,但是一旦找到,你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。 一个能够跟随自己的天赋和内心的目标,一定是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目标。 它不仅能够激发人的无限前能,还能让你的人生变得闪闪发光。 好了,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,幸福不是终点,而是过程。 真正的幸福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。 接下来说一下第二个重点内容,如何在看似痛苦的学习工作中挖掘幸福,以及让亲密关系更幸福的奥秘。 当我们了解了幸福必须同时包含快乐和意义两个要素之后,我们就可以在生活的很多方面,比如说学习、工作、亲密关系中去挖掘并且实践,以此来提高我们的幸福感。 很多学生虽然都很讨厌学习,但是迫于父母和老师压力,又不得不努力用功。 这是什么原因呢? 博士在研究后发现,学习的动机模式有两种,逆水模式和心爱模式。 逆水模式就像是把一个人的头按进水里,它会很痛苦,会挣扎着要出来。 在快要窒息的时候离开水,就会拼命呼吸,接下来就是很陶醉的解脱感。 这种由痛苦中解脱的感觉,会让很多人误以为是幸福。 学生学习也是如此,因为害怕在考试中失败,他们只能去做一些不喜欢的作业。 一旦考试结束,就会有一种轻松感。 学生们把这种轻松感误以为是幸福。 心爱模式的学习方式,总是一种可以同时得到当下,以及未来幸福的模式。 为什么用性爱来比喻学习呢? 因为美好的学习时光,就像是性爱的前奏。 当经过自己的思考和探索,终于解除答案的那一刻,则像是性爱达到高潮的感觉。 所以在这样的学习模式里,学习从头到尾都是一件快乐而美妙的事情。 十年寒窗苦读,一朝功成名就。 从古至今,我们都把学习默认为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,而且认为有所成就其前提就是要付出痛苦的代价。 学生在老师和家长的潜移默化之下,也会觉得学习是一件痛苦的事情。 因此大多数学生的学习动机模式就是溺水模式。 可实际上我们或多或少都是体会过学习的快乐的,就是当我们处于一种心流状态的时候。 那么什么是心流状态呢? 就是我们既感受到了快乐,又展现出了最好的状态。 比如,当我们沉迷于阅读和写作的时候,完全忘我的投入其中,可能一口气就能写出一篇文章,感觉酣畅淋漓。 这都可以称为是学习的幸福体验。 那么怎样才能创造出更多的心流体验呢? 心理学研究表明,当任务难度和个人所拥有的技能相匹配的时候,心流体验才可能出现。 可在实际教育中,许多学生不是感到焦虑,就是感到乏味。 焦虑是因为压力过大,而乏味则是挑战不足。 焦虑的学生很容易演变成忙碌奔波型,因为他们始终无法享受到学习的幸福体验。 而挑战不足的学生,则是因为家长在为他们创造舒适生活的过程中,剥夺了他们挑战困难,获得心流体验的机会。 其实,也在无意中剥夺了他们获得幸福的权利。 所以,幸福的学习法需要牛转我们以往对于学习的偏见,让孩子们能够看到学习是可以很快乐的这一层面的东西。 要不断地去激发孩子的求知欲,把学习转变成一种美好而迷人的旅程。 人们的偏见不仅存在于学习这个领域,在工作中也是如此。 很多人都认为为了生活必须工作,而通过工作所获得的成功,一定要付出痛苦的代价。 于是不自觉地就把工作列入到了不得不做的事情当中,这会很大程度上限制我们在工作中找到幸福的可能性。 因为这种对工作的负面情绪会让我们忽视工作带来的积极体验。 其实工作也是可以快乐而有意义的。 博士提出要运用MPS模式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。 MPS指的就是意义、快乐和优势。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能给自己带来意义、快乐和优势的事情分别有哪些。 然后从其中找到这三个要素之间的交际部分,而那个交际部分就是适合自己的工作。 可是因为现实原因,如果我们无法找到一份完全符合MPS标准的工作的话,那我们如何才能获得幸福感呢? 这就需要我们为这份工作赋予意义,培养自己的使命感。 因为对于提高幸福感而言,对工作的看法比工作本身更为重要。 除了学习工作之外,我们与配偶之间的亲密关系, 同样重要。 将经营好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,也需要我们去做一些对对方来说都是快乐、且有意义的事情。 在婚姻中,人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,认为牺牲是一种美德。 所以很多人在进入婚姻之后,因为对伴侣孩子的责任感,常常去牺牲自己的利益。 可是慢慢地,他们却发现自己不但没有体会到婚姻的幸福,反而觉得越来越不快乐。 而这样的情绪往往也会影响到配偶的情绪。 久而久之,就会导致夫妻关系最终破裂。 心理学家伊莱恩·哈特菲尔德指出,人们在两性关系之中既不喜欢占便宜,也不喜欢吃亏。 只有在情感对等这一情况下,双方才会觉得比较满足,关系也比较容易维持下去。 所以说呢,想在两性关系里获得幸福,第一个要纠正的观点就是,爱就是牺牲。 然而想找到对对方来说都是快乐而有意义的事情,就必须建立在双方互相理解的基础上。 爱是持续地去理解对方,探索对方的更多价值、热情和想法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在熟悉的伴侣身上找到彼此之间的交集,然后共同地去追求、去成长。 如此,良性关系才会变得更快乐而有意义。 好的,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二个中点内容,如何在看似痛苦地学习工作中挖掘幸福,以及让机密关系更幸福的奥秘。 那么接下来,我们讲一下最后一个中点内容,破除内心的限制,把握幸福的本质,你值得拥有幸福。 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本能,也是每个人的权利,但是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,最大的障碍就来自于我们内心,那种觉得自己不配得到幸福的感觉。 一旦一个人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得到幸福,那么即使掌握了追求幸福的方法,获得幸福的能力也会大幅减弱,甚至还会做出一些威胁自己幸福的事情来。 那么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剥夺自己的幸福呢? 博士认为是因为恐惧,因为我们不敢相信那些美好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,同时又害怕总有一天我们会失去所拥有的一切。 而阻止这一切发生的最好办法就是不去拥有它,那么这样我们也就没什么可失去的了。 另外我们往往认为,幸福是有限的,如果我得了,别人就得不到了,其实呢,这个认识也是错误的,你大可以把幸福想象成黑暗的亮光。 当我们自己获得的时候,你给别人照亮了道路,越来越多的人获得幸福,黑暗中的光明也就越多。 所以只有当我们自己幸福的时候,我们才有能力让别人也感到幸福。 世俗的观点认为,只有出于为了帮助别人的心,而去帮助别人的时候,我们的行为才具有了道德价值。 但其实利己和利他完全是可以共存的,不是对立的。 我们为了自己高兴而去帮助别人,别人获益,我们自己也会因此更幸福。 这样有何不可呢? 一个不开心的人,不太可能会善待别人。 只有当自己拥有了快乐的能量,才能将这样的能量传递给他人。 不过当我们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,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,我们需要注意的是,我们的行为是否会剥夺他人的幸福。 比如一个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,而介入他人婚姻的人,看似是在追求自己的幸福,实际上这样的幸福是在损害他人的幸福。 而这样的行为到最后,也必然会摧毁自己的幸福。 幸福面前人人平等,我们应该坦然地去接受,去让自己更幸福,才是正确的选择。 但是每天都能做到既有意义又快乐的事情,显然是不现实的。 在实际生活里,我们总会受到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。 比如一个带着孩子的单身母亲,是无法放弃一份高薪水但是不快乐的工作的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如何增强幸福感呢? 博士提出了一个幸福催化剂的概念。 把那些生活中很小的,但是全能给人带来快乐和意义的事情,都称之为幸福催化剂。 比如,因为我平时工作比较忙,下班之后还要带孩子,所以很少有时间属于自己。 但是每周末早晨,我都会早起去公园跑步。 从出门到回家,大约有一小时的时间。 在这一小时里,我一边跑步,一边听音乐,一边欣赏公园的美景,感到十分惬意和满足。 那么这种既可以给我带来快乐,又能锻炼身体,还能带来未来收益的事情,就是我的幸福催化剂。 幸福不一定要很大,但是必须懂得如何运用幸福催化剂。 比如时刻提醒自己,用心去发现生活中的点滴微小幸福。 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得不到幸福,而是我们常忽略掉了这些幸福感的体验。 对于增强幸福感而言,适当地运用好时间也非常重要。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,我们想做到面门巨道是不太现实的,而被时间追着跑的感觉是焦虑的,它会让你忽略掉生活中那些快乐的事情。 虽然我们无法控制外部因素,但是我们有能力去掌控自己的时间,而掌控时间最好的方法就是减化生活。 一个人的经历毕竟是有限的,只有白有限的经历,用在自证为重要的适合人上才是明智的选择。 我们可以给自己相关的人和关系排一排序,想一想,哪些人对于我们来说是这一生中最重要的,而哪些人可能在某个阶段看起来比较重要,但是放在人生的长河中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。 认真思考之后就可以得出一个优先顺序。 那么即使在碰到一些时间冲突的时候,我们也能清楚地知道,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哪里。 我有个朋友在公司里做高管,他跟我说,他最后悔的就是为了一场会议而缺席了女儿的毕业典礼。 他已经记不起那场会议上有哪些人,可是他女儿却永远会记得爸爸缺席了自己的毕业典礼。 我特别喜欢一句话,随口拒绝讨厌鬼,认真回答心上人。 人的一生何其之短,我们只有不断地去显化自己的生活,把时间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,我们才能深切地感受到自由和幸福。 好了,说到这里,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,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今天所讲的几个要点。 首先我们说到了,大多数人对于幸福是有些误解的,我们总以为幸福是一个终点,当我们完成了某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之后,就能永远地获得幸福的状态了。 许多人还极端地认为,幸福是绝对没有痛苦的,但其实,幸福是一个过程,并不是完全没有痛苦,而是一种总体上积极向上的状态。 博士通过四种人生模式的分析,得出真正的幸福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。 其次我们说到了,在学习、工作和亲密关系中,存在一些错误的观念,导致我们在其中无法找到幸福。 博士通过层层剖析,让我们看到学习和工作本身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,呈现出我们以往在学习和工作中所忽略掉的幸福体验。 在亲密关系中让我们看到,只有对等的感情,只有双方共同努力去做快乐而有意义的事情,我们的亲密关系才会健康长久。 最后我们说到了,追求幸福最大的障碍来自于我们内心,要想获得幸福就要突破内心限制,相信自己拥有幸福的资格,去接受,去追求幸福。 同时,博士也提出了两种能够增强幸福感的小技巧,就是学会运用幸福碎化剂,以及简化自己的生活,掌控自己的时间。 幸福就像是一棵大树,不是一朝一夕能够长成的。 树根的深度,阳光,雨露,以及农夫的照顾,都会影响到它的生长。 幸福的养成,需要方法,也需要耐心。 种一棵大树最好的时机是十年前,其次就是现在。 现在就行动起来,去实现幸福的理论,让自己变得更幸福。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,恭喜你,又听完了一本书。 别忘了订阅爱上听书,听书学习,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。